有网友那么说是俄乌冲突的事情 俄乌冲突的事情 这个 我听说俄罗斯动马主席说 说乌克兰已经破产了 乌克兰早就破产了 对吧 但是的话 乌克兰有那么一帮有钱的大哥 对吧 这个穷人跟穷人也是有差别的 有的穷人他有一帮富亲戚 你这个 你能说他跟别的穷人一样吗 也是有区别的 对吧 乌克兰的话他有一帮富大哥 对吧 人家的话还真金白银的支持他 所以说的话 乌克兰的破产 它是真的 但是的话他不差钱 背后一帮富大哥呢 对吧 北约 美国 欧洲这些大哥 一个一个都很有钱 对吧 所以说乌克兰倒是不差钱 但是俄罗斯的话 老实说 俄罗斯的话现在是为钱所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俄罗斯本来就不富有 你看这战都打半年了 对吧 这个经济支出 这打仗一天得花多少钱 那天文数字 前两天 俄罗斯的话 这个飞机场 克里米亚飞机场 被炸的话 据说的话 那损失就过十亿美元 飞机多贵啊 据说炸毁 十两个飞机的话 那得是得超过十亿美元 对吧 上次那莫斯科号就7.5亿美元 对吧 老实说 我倒觉得为钱所困的是俄罗斯 对吧 俄罗斯现在在这个战场上 乌克兰战场上的话 老实说 很难有突破 很难有突破的原因 不是说俄罗斯军队的战斗力不行 而是为钱所困 打仗 现代战争 打的就是钱 那个炮弹 火箭炮 导弹 那都是钱 对吧 那都是钱 打死一个人 我据说的话 这个俄罗斯军队阵亡一个人的话 这个国家给这个阵亡士兵的家属的话 得给上百万人民币的 那必须的呀 那替国家打仗 对吧 所以老实说 真正为钱所困的是俄罗斯 对吧 也很正常 因为战争啊 因为战争啊 这本来就是两个国家的这个综合实力的比拼 他比的就综合实力 对吧 他不光是士兵的战争 他比拼的就综合实力 对吧 所以俄罗斯的话 他现在真是为钱所困 老实说啊 俄罗斯军队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很难有所突破 很难有所突破的原因就是钱不足够 对吧 俄罗斯本来就不富有 仗着着打了半年了 是吧 这打仗一天开销的话 我听说是十亿美元左右 是吧 打仗就是打钱 俄罗斯太穷了 当然是乌克兰本来就更穷 但是他不是有一帮 有钱的欧洲大哥吗 所以到现在乌克兰的话 经济压力没什么 对吧 而且的话 乌克兰在那个欧洲大哥们的帮助下 是战斗力大增是吧 至于说你说士兵的战斗力 是吧 部队的这个战略战术 这个因为 俄罗斯跟乌克兰都战斗民主 这个不是问题 对吧 很难在这些方面突破 什么战略战术啊 或者说这个士兵不怕死啊 勇敢啊怎么样 很难在这方面做突破 对吧 这个 俄罗斯军队的这个 目前的情况就是说 他为钱所困很难有所突破 乌克兰方面倒是不那么差钱 但是的话 这乌克兰这国家神力 跟俄罗斯呢 毕竟有差距 对吧 这个战的话 他现在胶着状态就僵那里了 这战是僵那里了 啊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个打了再说吧 这个仗打仗就怕难分难解 难分难解是谁都不服 非得打出个书影来 对吧 输的那边就是灰心上气了 对吧 哎投降了吧 是吧 哎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对吧 啊 输了那边的话 那戈肉比较爽快 啊 赢了的那边的话就 也能就是心满意足 你现在打得难分难解 你说怎么办 怎么让他们继续打呗 那还能怎么样 对吧 这个现在问题是打得难分难解 对吧 就有人就说了 这欧冲突的话 起码打一年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的 因为他现在难分难解 这谁都停不了 这跟打架一样 输赢难分的事情是吧 谁都不肯停 对吧 哎呀 你说这事情 你说怎么弄 是吧 中国 中国人虽然是旁观者 中国人是旁观者 对吧 中国人啊 这恶务冲突 只能好好做个旁观者 啊 这个千万不能像有些人 说的那样 去支持俄罗斯啊 怎么样 是吧 这个 司马南这人坏的 中国人如果真要支持俄罗斯的话 那就把欧洲国家得罪了 对吧 这个人家两兄弟打掌 关我屁事啊 是吧 你看我们中国人 中国高层多聪明啊 对吧 咱们中立 对吧 咱们就是旁观者 对吧 中国人哪有那么容易上当 啊 司马南你再会忽悠你 那点本事 你老实说 中国人太聪明了 靠你司马南能忽悠出什么 对吧 啊 哦 冲突咱们中国人就是旁观者 对吧 目前的话 谁输谁赢 这谁知道 打败了他们 打出个输赢来 才能定 要不然你现在 谁都不肯让步 对吧 打败 啊 半年怎么够 起码打一年 对吧 打出个输赢来 才好那个 打不出输赢来 这个 谁让他们停 他们都不停啊 对吧 打开 谢谢大家